乘坐高铁也能够叫外卖 这就是中国铁路部门最新推出的服务 旅客在全国27个主要高铁站 通过互联网点餐就能够在车上吃到快餐 或者是有地方特色的小吃 无论是在后车还是已在途中 只要提前两个小时就能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订餐 先生 您好 这是您订的这个套餐 您好 谢谢 这么快吗 是的 要将食物快速正确的送达 需要多个环节的配合 我们送餐就是有配送公司 当你们订好了以后 配送系统就显示出我们旅客的作息号 包括我们的车试号 食品商家一收到信息就开始制作打包 然后送到配送公司 配送公司清点之后就提前将食物带到站台上 高铁进站后乘务员下车取货 然后送到乘客手中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 舱盒也特别定制 盖子跟一个我们的一个盒子的话 如果合上了之后会密封 密封了之后是怎么样 是变成了一次性的 只有这个破坏性了之后 我们才能取出来 目前高铁外卖的价格和门市一样 但需支付人民币八元的运送费 如果乘客临时退票或列车晚点半个小时以上 订单就会自动取消并退款